當中央的道安督導委員會已經點名基隆市的時候 請問基隆市我們有要做因應嗎 還是我要放任行人在地下18層繼續遊蕩 行人死傷率無法下降 因為有大部分的這些行人的嚴重死傷 是因為行人不遵守交通規則 那不遵守交通規則 我常常就以前就講這叫生命的罰單 又是放任行人在地下18層遊蕩 又是生命的罰單 市議員質詢和市長答詢 都是在談如何再精進保障行人的安全 市長謝國良上任後 積極推動行人友善政策 包括汽機車里讓行人過馬路 以及劃設綠斑馬線 保障行人安全 獲得包括市議員在內的好評 我對我們基隆市政府 我們的友善行人的政策 打造我們溫馨的行人過馬路的政策 非常的好 經過我們大家的努力 以及我們所有的警察同仁著這樣子努力的 這樣協助之下 真的是我們現在過馬路的行人的這個 出事的狀況是越來越少了 不過也有議員指出 依照交通部的統計每10萬人行人死傷率 基隆市仍然高居全國第一 1到7月的排名本市基隆市依然高居第一 全國平均每10萬死傷人數38.96人 大概39人 但基隆市66接近67人 我們距離第二名的新竹市還是差了大概十幾人 這只是上半年度而已 所以我們並沒有得到明顯的下降 市長你在你的施政總報告裡面前幾天就講說 我們比去年就是1到9月10號比去年下降了36件 下降25% 但我要跟市長報告 如果今天我們已經我們的行人 我們的生障者 我們的市障人 我們的孕婦長輩 活在地獄18層的行人地獄中 這個真的開心幾秒鐘就好了 有一件事情我網上查得更驚訝 我當時在5月總職權的時候 市長承諾說行人死傷這件事情 會納入道安會報中進行檢討 我翻遍了今年的 從5月之後的所有道安會報 完全沒有提到 市長再跟你報告一件事情 中央召開的交通部道安督導委員會 在6月27號最新會議記錄 交通部部長作為主席 還直接點名基隆市 我們在第一季是行人死亡 增加最多的其中一個縣市 並且要求要進行檢討 市長謝國良回應表示 確實有大部分的行人死傷 是因為行人不遵守交通規則 而現階段是針對沒有離浪行人的 違規汽機車駕駛人為處罰對象 違規過馬路的行人自有生命的罰單來警惕 但是未來也會針對違規違法的行人來做處罰 減少車禍意外更進一步保障行人 我們的數據的確顯現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死傷的人數有降低 那第一季就有一兩個特例 有A1 那個都是個案 所以基本上他就說他的死亡案例是提升 但是提升是可能從兩例變成三例 或者變成四例家 那的確有一些情況 包括說上一次在新衡兵門口 看到一個長者他就在那邊開車 七十幾歲來開車 然後撞到的人還不停 一路把人家搞過去為止 這個就是個案就是說會有一些死傷 但是大體上 如果你覺得我們基隆市的死傷仍然高 需要降低 用全國數據是這樣沒有做 如果是這樣 那更需要把這個行人友善 把它做好 但是也要開始針對行人 因為有大部分的這些行人的嚴重死傷 是因為行人不遵守交通規則 那不遵守交通規則 我常常就以前就講 這叫生命的罰單 所以他一開始不是我處罰 這個處罰的重點範圍內 因為我自己覺得他們都已經得到了生命的罰單 但是未來當我們守法的人得到了秩序的保障 那我們開始要針對違法的行人 違規的行人為了保障他們的生命 我們要繼續積極的來處理 來追蹤來處罰 市議員陳冠宇也建議市政府要精進保障行人等措施 就一定要針對全市十大行人死傷入口做統計 這也是過去所沒有做的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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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